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美麗星談判 超過60年的老橘子樹是果農肇事通引以為傲的果樹 但因為年紀大就讓他的兒媳糧接手管理 他們夫妻倆想要改用有機的方式種植 卻遇上了令人棘手的新天牛危害 他們要如何在不用藥的情況下防止老樹死亡呢 一塊去瞭解 台中東市超過60年的老藏橘子樹 是歷經趙令熙的爺爺跟爸爸之手 而趙令熙是從工部門退休後 才真正接手家中一公頃半的橘子園 他基本上就是讓我們去做啦 但是對那個橘子死掉他還是很在意 因為一直種一直種就一直一直死掉 像你現在站的地方 這一排全部是我鋸掉的 他就說當你都... 這時候搞不好每年都在 因為有的就沒有就哭啦 就沒有葉子啦 那怎麼辦就給他鋸掉 他當然會很傷心啦 可是所以他... 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碰到人他就會給人告狀啊 說這兩個笑而已 基本上是這樣 不過還好啦他就是... 講是講啦 他也沒有說堅持說 你一定要回去噴藥啊 為了生活環境四周圍不被農藥毒害 趙令熙以有機無毒的方式做管理 但橘子園的橘子產量卻每年銳減 我們住在這裡嘛 又想到這麼好的環境 因為房子在園子裡 那你就可能整天都在那個... 灌形的狀況喔 這個農藥跟化肥是不能避免的 本來有打農藥 那個要防治天牛啦 什麼東西啊都打農藥啦 樹幹打藥的時候也順便給他打 還有那個樹幹 周圍用那個加保護 然後你讓它放下去以後 那樹會吸收 樹會帶毒 帶毒那個天牛搖... 幼蟲搖來以後 不能會死掉吧 現在的橘子園可以說是缺豬 或是枯黃死亡的果樹很多 跟趙世通老先生 當時交給兒子的園區景象 差距很大 我記得以前很少防治天牛啦 交給他以後沒有打料啊 我田田沒有試做就... 橘子園按照順序一直去 那個樹幹底下 沒有草乾乾的啊 那是用草... 割到...割草... 割到以後 用小櫥頭給它慢慢刮乾淨 啊哦... 孫天牛就比較好... 方便比較好看 啊很多... 天牛是本來是... 最好的防治方法 它... 纏染下去... 那個樹的... 它搖一個洞... 纏一個藍... 纏染下去... 就那個旁邊... 今天搖洞... 明天... 那樹會流... 濕濕的流液出來 那時候... 去防治是... 最好的防治方法啦 用一個... 尖尖的那個... 氣質或者什麼... 給它擦一下... 那個藍就破掉啦... 就... 就沒有... 不會浮化啦... 已經破掉死掉啦... 啊不會浮化... 也不會... 沒有傷害... 本來... 天牛它是... 纏染以後... 變成幼蟲... 啊幼蟲... 最起碼... 就在... 樹皮... 一直啃... 一直啃... 趙士通種了一甲子的橘子... 原本心裡還是不同意兒子的... 有機管理方法... 但最後... 還是默默的... 幫忙抓天牛 為了要... 種橘子... 去防治天牛... 啊它... 天牛這樣呢... 它從... 樹幹和... 泥的... 泥土的旁邊... 產染下去... 一直... 轉下去... 最後再... 轉彎... 90... 180度轉彎... 轉彎... 那你要去防治... 用鐵絲去勾... 都沒辦法勾啦... 這已經損了好幾次啦... 今年... 可能是第四次啦... 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都給你損到啊... 這個是... 可能第一次就... 產染下去啦... 到... 第四次才發現... 怎樣發現... 因為它有... 新的木屑掉下來... 本來... 它... 還沒有變很... 很大的... 成... 從以前喔... 它木屑就在裡面... 沒有辦法掉... 不會掉下來啊... 現在它變... 蟲變得很粗啦... 很... 才... 很多木屑... 教士通阿伯只要到天牛繁殖期... 它每天都會按照自己規劃的路線... 尋找天牛危害橘子樹的地方... 成為它的生活日常之一... 用鐵絲去鍋啊... 這個鐵絲一直... 一直通... 通到盡頭... 有的很深耶... 差不多有... 十多公分... 二十公分耶... 這會不會影響果樹啊... 這樣... 對啊... 會喔... 所以它果樹... 加害得很厲害... 一直... 慢慢通... 它... 洞口不是很直的... 有時候彎來彎去... 慢慢... 轉來轉去... 轉到盡頭... 有碰到天牛的用蠢... 我手就有感覺... 或者有... 稍微有一點聲音... 到十月十月還在產卵... 以前沒有這個現象... 季節亂了... 連天牛的產卵期... 都延長時間... 教士通阿伯只能更認真地... 尋員工作... 去年... 一直搖... 一直搖... 所以它很多會孤死掉的... 就像那樣... 都要孤死掉了... 這一棵也差不多要孤死掉了... 今天拆完以後... 都不旺盛啦... 我以前... 種的桔子更寬啊... 可能以前有... 十公頃左右啊... 因為那時候... 我老爸兄弟還在一起... 他兄弟還在一起... 土地很寬啊... 山上是我在管理... 我在種橘子啊... 雖然談起過往... 種橘子的輝煌情況... 讓趙士通阿伯... 有滿滿的回憶... 但是為了兒媳的... 有機理念... 他仍然用行動支持他們... 有機無毒... 不僅帶給他們... 身心健康... 只能靠努力抓蟲... 希望老橘子樹可以延年易壽...